云游四海旅途寻梦佳带您看遍山川湖海 大家好,我是旅行者土豆 今天呢,咱们就要离开甘孜的甘孜 前往新农县、礼塘县的方向 从甘孜县到礼塘县会途经新农县 现在呢,我们需要从317国道转到227国道 要走8公里左右的回头路 227国道呢,也是川藏宗县的一部分 离开317国道,进入227国道以后 明显感觉这边车人都少了许多 这个季节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荒凉 今天的天气仍然不是很好 路上的温度也比较低 到新农县的路明显区别于前几天的草原路 一直穿行在大山之中 一直顺着亚龙江顺流而下 旁边就是深深的大峡谷 总体感觉路要嫌许多 但是在大峡谷里面有一点好处就是 它的风没有那么的大 路面一直都是这样的柏油路 但是要注意一下左边上方的一个落石 这边比起国道317国道350 路面要窄许多 路旁边山上的流水现在都已经结成了冰块 可以想象温度是特别的低 这段时间走这条路呢 要小心一下路上的暗闭 因为峡谷里面是不太能够晒得到太阳 早上出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我这一路出发 这一段路都是这种湿滑的状态 所以我都气得非常非常的慢 但是有一点好处就是这条路上的车非常的少 走在这条路上跟前段时间的心计 是完全的不一样 感觉到特别的孤独和荒凉 就感觉我正像那种无人驱走区一样 看过一段峡谷以后 来到了一个小乡镇 最让我惊艳的就是这边远处看上去青灿灿的寺庙顶 我们不得不佩服信仰的一个强大 我心里面就在想 当时还没有这条国道的时候 这里面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其他的一切都不是很重要 但是这个寺庙一定是要金碧辉煌 这边的藏式民居呢 明显区别于道夫和炉霍那边的小红房子 画风是不是完全都不一样了呢 看看新龙这边的这种藏式民居啊 跟那个道夫和炉霍那边画风完全就不一样了 这个感觉就像一个碉堡似的 土和木材 你们知道凸起的那个小红房子是什么吗 有知道的朋友吗 因为我之前是在西藏有见过这样的 在西藏那边真的是厕所 估计这里应该也是 一直在这个大峡谷里面穿行 沿着亚龙江顺流而下 一路上也会经过许多的村寨 现在我们是经过了这个波日桥 可以看到整座桥的桥体呢 它就是由木头和石头完成的 整座桥听说是没有用过一颗钢钉啊 波日桥也叫红军桥 走到这里可以停下来看一看 波日桥是1933年由藏族民间建筑设计师 莫特亚马设计建造的 整座桥全部使用木头 鹅卵石和气子建造而成 没有使用一颗钉子和铁片 一路上呢也会经过很多的寺庙 然后土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也没有去逛这些寺庙 从甘孜出来100公里左右 咱们就到达了这个新农县城 到新农县城的时候 我都快惊呆了 它整个县城也是在这个大峡谷里面 县城非常的小 县城里面的路呢 也是非常的窄 它是一山而建 亚龙江穿城而过 在这个县城里面呢 有很多的道路 它其实都是一个单行道 在这边呢 大家开车一定要慢一点 新农县城的海拔高度在2950米 县城很多道路都是单上通行了 县城特别小 新农县城的广场 格萨尔王 哇好冷啊 冷得不行了兄弟们啊 这广场就这么大 看山上还有很多的民房 新农县城的旅游资源呢 是非常丰富的 亚龙江大峡谷 红山公园 挫卡湖都在该县的境内 新农县因为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和交通的污染 它的环境呢 相对纯净 空气清新 水质清澈 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和污染的保底 这里的居民呢 也保持着淳朴的生活方式 深受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影响 给人以宁静和安详的感觉 这里虽然只有4.5万左右的人口 却下辖了19个乡镇 面积达到了9241平方公里 地广人稀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大自然才是这里的主流 一座窄桥横跨亚龙江 让江边的人们能够直接抵达对岸 拘隆起一些现代的繁华 这里呢 也被称为四川最窄最小的一个县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天这边天气都不是很给力 都没有太阳 然后那个估计山上在下大雪 那县城里面都是冷的不行 我都穿了四件衣服了 还是冷 可能这县城里面温度也在零度呢 还有150公里到李堂了 再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我们队伍又新加入了一位小姐姐 然后我平台上的老朋友可能就会认识 今年三月份我们刚一起走完贡感的来自北京的流流小姐姐 他这两天呢就从北京飞成都 然后从成都到礼堂来跟我们会合 然后我们一起去 徒步太疯狂了 真的是太疯狂了 我们现在是三人群 好好的完成今年的一个收官之作 今天就在新农这边休息 然后明天再出发赶往礼堂 现在因为还要等溜溜 所以的话我时间也没有那么赶了 小哥呢是已经在礼堂等着我们了